男子包的命不通風 從駕駛座開門 進到裡頭拿東西 短短一分鐘就離開 但其實他不是車主 而是小偷 車上被偷走4萬多元 貴重物品的地點 10號清晨將近5點 就發生在宜蘭運動公園 附近的民宅 警方一看就知道 是當地貫妾 但經過了解 同一天晚上 就發生了四起切案 原來有其他車主被偷 趕緊調閱監視器 才發現這名妾賊 從前一晚的10點多 就騎著單車在附近徘徊 找尋目標下手 而且不只沒鎖門的車子 會遭到入侵 看到幾樓鞋櫃 還會上前翻弄 找尋貴重財物 由於靠近宜蘭運動公園 附近環境清幽 吸引不少人前往居住 卻意外讓這名貫切 有機可乘 由於現在有不少車子 只要沒有上鎖 從後視鏡就能分辨 因此汽車達人 除了提醒民眾 記得上鎖 也不要把貴重物品 放在車上 但民眾更希望 緊張能儘快將人查獲 別再讓他們心驚膽戰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